美国总统川普16日在白宫 洋洋得意向记者透露 中国已经向美国求和 甚至还送上一份贸易建议清单 内容涵盖142项贸易措施 可这份堪称完整的清单 在川普眼里显然还不够 川普自豪美国经济表现越来越好 但是过去长期依赖美国的中国 竟然快撑不下去 不过本月底据特定峰会举行在即 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将在峰会期间会晤 中方在会前交出让步清单 显示有意积极解决双方贸易战 川普也不好把话说得太绝 川普虽然乐观表示 是有望与中国达成协议 但也强调不会轻易让步 我们必须有凝固的贸易 我们不能有贸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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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至于美中贸易大战 是否真的出现休战术光 不少人还是抱持怀疑态度 纯属子虚未有 纯属捏造 国际中心 综合外电报导